你你尽量保持到膝蓋稳稳定 你在你运用胯才比较准 才比较准确 膝蓋穩定就是说当你对对对当我当我我我我的膝盖是这个样子我在动胯的时候我尽量保持到我的膝盖就在 而不要这样的时候他回来了这样开开了将来可以现在我们就是指电化 让他围组在对我这个当撑撑开了吗我的膝盖在这里松松掉我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位置上面我在这个位置上面来动胯我又知道我是动的直直胯 啊要不懂如果是动这样子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动的是胯还是膝啊啊啊所以尽量尽量膝盖不要动了 所以你才能够你你你的专心啊你的你的意念才可以膝盖脚踝跨分开 看不懂啊上身也尽量不要他自然被带动可可以你放松了他自然会带自然会带 看不懂啊可是你要很很静下来哪里是哪 哪哪哪哪哪里啊我动好只是这边膝盖有膝盖有没有动但当然我讲的膝盖要稳定他要有另外一个力量 看不懂你膝盖没有另外一个力量你的胯在动的时候膝盖当然会动 可是我不要他他他他动我不要他动的时候膝盖稳定了脚脚稳定了也不要脚翻脚稳定了好在这边当我的胯动的时候 其他的地方需要什么力量去稳定他可是我知道我在动的时候 看不懂啊行啊这样子哈 好好好好好好 能能能能能看出来吗啊啊啊啊就这样那膝盖也没有很紧还还是松的只是说他有里面有力量在那边稳 啊啊啊就这样那膝盖也没有很紧还还是松的只是说他有里面有力量在那边稳 稳住就稳定稳定稳定下 rails 好 嗯 你的